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少不了大雨山的大东山啦 本集我们会到大东山看芒草 还会露营和看日出 哇 我们终于来到起点 伯宫澳 大东山 哦 海拔足足有八百多米 但我们现在身处海拔三四百米 稍后呢 还要再往上走五百多米 才能到达山顶 哇 对我而言简直是一个大挑战呢 那你知不知道香港最高的两座山峰 还有它们有多高 我知道 一定是大茂山 一定高于九百米 是的 那第二座呢 不知道 第二座呢 是凤凰山 同样是九百多米 但这一座八百多米其实也不轻松 呃 今天让我先挑战大东山 其余两座你先别想了 可以的 先挑战这座 想要登上大东山 可以在大宇山东冲市中心乘坐巴士 到达博宫澳站下车之后 沿凤凰境第二段山路一直走 就可以上大东山看芒草了 KID 既然我们定下目标 就立刻出发吧 先等等 别着急 我们今天并非来挑战体能 而是要考验你的记性和你的心思 为什么爬山要记性和心思细命 因为我今天特意邀请植物专家Joyce 了解大东山除了芒草之外 还有哪些植物 我们欢迎植物专家Joyce 你好 你好 Joyce 请问大东山除了著名的芒草 还有哪些植物值得留意呢 大东山海拔比较高 所以有些高地才会看到的植物 是平时在市区不会看到的 哇 你猜我们会看到什么 不如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好的 好 走走走走 耶 咦 你好像发现了什么呀 是啊 你们认识这种植物吗 树 树 叶 对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大唐红叶呀 它的形状很相似 但是 颜色上有一点点分别 因为现在还不是合适的季节 所以还是绿色 它叫蜂香 它的名字叫蜂香 是不是真的带有香味呀 我们可以捡起地上的树叶 那闻英闻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捡树叶 而不是直接 因为根据郊野公园条例 我们不能破坏野外植物 当然大学研究用途 我们呢 可以申请特别许可 但是为了不破坏野外植物 我们还是捡地上的嘛 咦 真的有 这么巧 竟然有落叶 那大家可以撕开闻一闻 要撕开的 撕开的 哇 这种味道很熟悉啊 什么味道 树叶的味道 能 能感觉到 能感觉到 还有其他味道吗 不是啊 我觉得有一种 水果的味道 嗯 接近了 接近了 像是梨啊 Tress 这是什么味道 我觉得是青苹果的味道 对 我正想说是青苹果 你 你说像梨的哦 你 你 你说的是青苹果就是青苹果 是青苹果 蜂香的果实很特别 不如呢 我们在地上找一找 有没有蜂香果实 那 这个就是蜂香果实 它好香蜜蜜 但是一颗 还没成熟的蜜蜜 这果实呢 是由一些刺 围绕着一个小洞 这里呢 会有一颗种子掉出来 我们把它称之为 头状果絮 哇 这种树叶很有趣 页面上有很多颗粒啊 树叶上还有一些小孔 那你们猜一猜 这些颗粒是什么呢 难道是被虫住的 不是 但是它不是像被虫住哦 而是凸出来的 这些是凸出来的 这其实呢 是一些固氮菌流来的 它呢 就是与植物共生的菌 这种菌呢 它可以帮助植物 把空气中的那个氮气 转化为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成为其养分 一般植物的固氮菌呢 都是分布在它的根部 但这种植物呢 它比较特别 会分布在根部 以及它的树叶当中 哦 那它就可以长得更漂亮了 是的 其实呢 这种植物的名字也非常的特别 是以香港命名的植物 嗯 叫香港大沙叶 香港大沙叶 那它是不是香港独有的啊 它并不是香港独有的 但是首先在香港发现 我们接着走吧 好的 好的 咦 这些树叶很有趣 是红色的 是啊 这是一颗野栖出来的 嗯 有些人呢 会产生过敏反应 但亚洲人通常会免疫 但还是建议大家 在野外不要触摸它 嗯 但是你一直在触摸它 不怕过敏吗 因为我曾经触摸过 也不会过敏 既然它这么危险 不如我们离开吧 好 走吧 好 凤凰山哪 今天也能看到凤凰山 欣赏了这么美的风景 我们便要继续走时间 很期待Joyce还会带我们 找到哪些特别的植物 哇 我看到这座山上唯一的花 没错 这些都是什么花 这是大头茶 是香港原生山茶科植物 冬天开花 因此能为蝴蝶等昆虫 在冬天提供食物 咦 那个是花吗 如果你以为那是花 你就被骗了 其实你仔细看啊 中间深色的部分 其实是果实 你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它的果实 叫白花灯笼 可以看到呢 其果额联合起来的呢 就像灯笼一样 但花朵橙白色 有些人觉得不吉利 又称为鬼灯笼 这个鬼灯笼 是马鞭草棵植物 它的果实是不能吃的 好 不能吃啊 那我们走吧 那我们继续走吧 还有多久才到 到了 快到了 到了 到了 我们到了 是 到了 到达第一个山顶 什么 我们会途经这里 但是山顶在那边 在哪里啊 就是八百多米那里 最远的地方 没错 你十多分钟前 就说还有十多分钟 我们就是花了快 十分钟到这里 然后再花十多分钟 到达那里 加起来差不多就登顶了 你骗人啊 没骗你啦 你走了十多分钟之后 也越来越靠近终点了 拍 拍下来 它好轻松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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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那棵树上 有些果实吗 哇 是龙眼吗 不是龙眼 你有吃过栗子吗 有 有 跟栗子很相似的 它跟栗子呢 是同棵植物 称为可斗棵 就是有一顶帽子 包裹着果实 是硬可可的果 在香港呢 它属于针毛鼠等 鼠类的食物 哇 皮姐 你的脚部突然变得好快啊 哇 还有活力啊 哇 突然加速 哇 好美啊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你不是很皮肩的吗 是啊 到了 保持呼吸顺畅 尝试深呼吸 慢慢来 慢慢来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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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乡了 哦 我看到一些 红色的植物 是的 你果然好眼力啊 嗯 它是香港的 西友籍珍贵植物之一 西友籍 哇 那是什么 我看到很多小水珠 它呢 是一种 食虫植物 哦 那么厉害 叫长柱毛高菜 嗯 较长在高山环境 嗯 湿气较重的地方 才能看到的 通常是被动地 等待昆虫经过 然后把它们粘住 其线毛呢 会往内收缩 从而把昆虫困住 那它如何消化昆虫 我看过捕鹰草 是用叶片夹住昆虫的 它是靠年叶分解昆虫 然后吸收它们的营养的 你看它的线毛上 挂满水珠 很漂亮的 嗯 也跟其署名有关 拉丁名是Gincerra 嗯 也就是鹿猪的意思 远看还以为是霉菌 近看原来是水珠 再近看就能看到一些畜须 那些呢 就是线毛 会分闭粘液 为什么这种植物需要受到保护啊 其实我们刚才圆圆已经看到它 像一个个红色的球 很可爱 又是食虫植物 或者有些人希望自行栽种 那就可以在家也能捕捉昆虫 对啊 嗯 因此通过法律能够保护它 嗯 防止大家呢 因为它可爱的外表 就擅自摘走它 哇 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看它最想看的芒草啊 没错 今天早上的天气还不太稳定 但现在阳光普照 还有很多很美的芒草 我想请问一下 芒草是不是全都遍布在这个范围啊 其实呢 香港很多地方都有芒草的 例如马鞍山或者大茂山这些地方都有芒草的 但观察芒草 大东山的范围是最大的 哦 大约十月开始开花 它的花朵很迷你的 白色的一串其实已经有十多颗果实 雄蕊和雌蕊呢 会伸出来是靠风传播的植物 为什么这座山有这么多芒草 其实跟环境变化也有密切关系的 因为香港呢 原本应该是森林 但因为过度的砍伐呀 还有山火 令原来的树林都逐渐消失了 加上这些地方的风势又比较大 所以呢 树木较难重生 便成了草地的生静 我其实整个山顶都是芒草 对生态有好处或坏处吗 芒草呢 属于先锋植物 虽然呢 它不能像树木一样 能提供很多的果实 但它有助固定土壤 帮助修复森林 它的英文名字叫Chinese silver growth 是银色的草 我们现在看看后面 你看到它们在太阳底下 呈银白色 确实是银白色 对 很漂亮 所以呢 在外国也有园艺用途 那我可以把芒草搬回家种吗 首先需要有这么大的种植地方 因为它是巨型的草 而且野外植物是不能采摘回家的 是 对啊 我自己呢 其实也经常远足的 但我对植物的了解真的不多 这次邀请植物专家Joyce 了解到了很多关于植物的知识 虽然呢 我还不一定能够分别出 哪个是哪个 但是我知道某一种是一个特别的种类 或许呢 能够讲出它的一些习性 比如有的花的年叶可以用来捕捉昆虫 至少我能够讲出来呢 可以在棚的面前耍耍威风 刚看到芒草的时候 还没感受到芒草是那么的美 后来走到山上 在向下看的时候 哇 整片山顶都是银白色的 所以那一刻我便觉得 哇 芒草真的值得一看呢 我觉得大家特意来到这里打卡 呃 是有它的原因的 到大东山看日出 前一天可以在位于南大羽山郊野公园的南山营地露营 这里四周被树木围绕 环境清幽 很适合初次体验露营的人士 哇 K姐 你试过露营吗 当然有啦 而且有玻璃天幕提供热水 还有干净的厕所 很好玩 但是呢我们今天选择亲近大自然 我们挑战难度大的 好啊 好吧 走 好像晴转阴了 嗯 挺不错 但天气还不错 到了 我们到了吗 你知道那几个是什么字吗 哇 古文还是象形文字 很接近了 我建议你先拍下来 然后请教中文老师好不好 哇 我们今晚是不是睡这个 可以的 下次好吗 这里感觉也不错 也不错 因为够平坦 但是呢已经被人占了 这里感觉不错 有什么感觉啊 那 这个位置不错 为什么 因为这里足够平坦 而且附近有树荫啊 风呢也不会吹得很大 哦 那厕所呢 厕所就在后面不远 我们就在这里扎营 好不好 好啊 那我们比谁最快 走 快点 来到南山营地 可以在东冲市中心 搭乘前往梅窝的巴士 到达太古度假屋站下车 再往梅窝方向大约走五分钟 就到达营地了 我们这次会在凌晨三点 从营地出发 沿凤凰境二段上山 经过二东山 再上大东山顶看日出 选好地点 便要开始扎营了 很容易 看我表现吧 三二一 开始 怎么裹得这么严实 东西这么多 加油啊 几姐 完成了 搞定 好 你怎么这么久 我完成了 那好吧 你睡吧 几姐 你不会真的打算睡觉吧 为什么你这么悠闲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坐着帐篷扎营 有没有感觉 哪里 先等等 哪里是入口啊 我的帐篷啊 待会我帮你吧 走了 走了 走 很舒服啊 下次吧啊 乖 好了 不完了 大不了 这个帐篷是坏的 是啊 可能是人坏了 但不要紧 刚才你帮了我 现在我帮你好不好 来 先保管好我的围巾 来 慢 慢地 别 别掉下去啊 我不会去捡的啊 可以推了 哇 这个帐篷 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搭起来 是啊 然后插进口里 你看一个人怎么搭啊 插不插得进去 插一点点 可以了 好 轮到我了 哇 成型了 再这样穿出来 快点 天都要黑了 怎么样 穿哪里啊 差不多了 几姐 快到头了 哇 能感觉到 把它固定好 到头了 完成 你怎么不累啊 完成了 为什么我这么累呢 没有 这个很容易搞定 穿起来就完成了 下次 我要捶钉子了 下次你呼天叫地 我都不帮你了 走 在吃饭前 当然要做运动 介绍你们玩芬兰木棋 每只木棋都可有不同的分数 只要用我手上的木块 击倒地上的木棋 就可得到相关的分数 最快得到五十分就算赢 这是什么啊 一件件的 这些呢 都是露营的必需品 今晚就全靠它们了 首先呢 露营需要什么 睡觉 是 睡袋是必须的 睡袋也分度数 今天天气有些寒冷 我会用零度 因为我怕冷 然后就是床垫了 因为石头比较硬呢 所以需要铺床垫 不然的话会被石头割得难受 还有枕头 有些人呢或许不需要枕头 但是我对于睡觉有要求 需要枕头 这些呢就是做饭的炉具 市面上主要的都是卡式炉 卡式炉分为两种 这个呢是火锅式卡式炉 直接插进这个接口就可以使用了 另一种呢是高山气 它的接口是不同的 嗯 这些呢都是我今天晚上所需要用的 那你面前的是干什么的 这也要问 登登登登 有用 这些全部都是露营的灵灵魂 因为露营最重要是要有气氛 这是什么 驱鬼啊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是用来装饰我的帐篷的 稍作布置 好现在放牛油 那我切了 好你切吧 别碰它 等待一分半先封住它一边的肉汁 说的专业 是的我也觉得 用小火煎它的侧边 可以试吃了 尝尝 因为我怕它还没熟 嗯 嗯 没问题 好吃 嗯 尝尝我的牛扒 好的 来 请用餐 嗯 果然没买错 是不是我的功劳 是不是也有一点我的功劳在里面 好啊 嗯 你很厉害 我重要吃 完成 耶 嗯 完成 开始了 K姐 嗯 什么事啊 睡了吗 都搞定了没 吃饱了好困啊 那快点睡吧 晚安 明早要不要叫你起床 需要 唤醒服务 好的好的 明早叫你起床 晚安 晚安 关灯睡觉 三点啦 起床 看日出啦 起床啦 K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准时啊 我一向很准时 我要迎接我的日出 嗯 对啊 我们要看日出 走走 走吧走吧 我们会先离开南山营地 沿着雨南道向上走 左转进入南山管理站入口 再沿着凤凰山路 第二段上山 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哎 到七点了 这里就是七点 嗯 上山了 要抓紧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吧 好了 我们也走了一段路了 先休息一下 哎 哎 哦 对了 我们夜晚爬山 这身装备合不合适 其实也合适 夜晚爬山最重要的 就是带头灯了 千万别单独走 哦 结伴而行 发生什么事情呢 也好有照应 嗯 最好走一些自己走过的山 以及跟一些有经验的人走 就OK了 那人就是你啊 嘿嘿 不会有问题的 基本上我们的进展 非常顺利 一定安全 好 希望可以六点前登顶 六点前啊 那现在要出发了 走了两个小时 还在不停爬世界 我的脚很累啊 到了吗 好想吃完热腾腾的泡面啊 嘿嘿 天快亮了 但我没力气了 看到这些烂头银石屋 就代表我们快到山顶了 成猪啊 K姐 好漂亮啊 那些云覆盖着山顶 好看 天快亮了 我们赶紧 终于来得及登顶 快点选个好位置 等待日出 刚才沿路都有很多云 很大雾 我们都以为 会看不到日出了 但我们登顶后 恰好有一条水平线 然后上面的云层 开始泡起了 橙色的光 金色的光 然后突然有一颗 很小的半圆冒出来 我们好兴奋啊 原来真的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日出 哇 好漂亮 这是你看过最漂亮的日出吗 算是我看过最漂亮的之一 哦 那我岂不是很幸运 今天的日出真的好漂亮啊 不仅是因为天气好 而且它还在云层当中慢慢地冒出来 还闪耀着云层泛起的一些金边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日出 真的很值得我这么辛苦登顶来看 今天这个日出 我觉得很漂亮很神奇 所以我许下一个愿望 都是很平凡的愿望 但我希望可以实现 大东山确实挺高的 还要走很远的路来看日出 感觉很辛苦 我 我觉得有些事情呢 必须要付出了很多 并且从中得到 才会懂得更加的珍惜 这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而不是轻易地在人生当中得到 所以说在人生当中值得一试